上人在志工早会开市 现在仍然是盘意色变 人间苦 居家避意 仍能让大家被动式地静下心来 也是一种大贼教育的修炼 同时也要格外地关心天下事 包括了中东火药库尾巴冲突 处于了开战边缘 这般大东干戈并非明智之举 不都是自己呢 社会很辛苦建立起来的 高楼大厦吗 不就是平平安安所过的 也是很平安的日子 可是到底什么原因 会造成动起炮火 在损坏自己的社会 国家 自己的同胞等等 这都是感觉到不可思议 在这里的心里 每个人都弄不够住 我没有战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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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就是人心 不管以色列或者是巴勒斯坦 也都很接拿一线资格 所以彼此伤害 这种破坏大地 而且破坏生态 民不饶生 这一波的疫情 真的是非人可打 所以大家都想要隔离隔离 现在真的是要隔离 自动自发的封城 从现在开始没事就在家里了 用国民素质的自我管理 来解决我们现在的危机 看到了本来车水马龙的 现在看来都已经很冷淡 这就是静一下 这一波的疫情 让大家总是听听看 才能平安 为了让我们住院的病人 能够有更好的保障 我们也是遵循国家的政策 有医师判断需要住院的病人 但是不符合COVID-19的症状的病人 我们会集中在这个裁剪站进行裁剪 以避免交叉感染 美人有病也要往医院去 医院的使命总是要接病人 但是这个时候就要提高清晰 美人跟医生 这些时候我们很严密 看到了隔了隔离 我们现在大哉教育 身心修炼一下 要立心 要好好地把心收回来 很自然 一切的就会降低 降温 能降意念 很自然的 降温 改定会 性管行 哪能够听听 平衡 我们就是六度万行 度主纪 救自己 可以度别人 救天下